大家好我是旭哥不可愛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斬妖 好那旭哥今天來分享這遊戲啊 這個最強的隱藏版神裝可以免費拿 那開局可以拿到百億傳 然後各種福利有沒有 百億傳然後神裝啊 然後四美女做棋啊 那留言的話還會有一些隱藏版的序號 像是這個空虛禮包這些東西 它有很多福利啊 好最多禮包嘛隱藏版的序號還有各種最強的福利 然後最強的職業最神的神裝啊 都在這一集分享給大家 好還沒繼續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嘛禮品嘛對話嘛遊戲的虛寶序號獨家最新 那我們隨便選一個好了 選開心的 好選個愛情好了 無路長生有情人終成黃圖 那 真人女下隨為週 好啦隨便選這個其實開心應該就可以了 仙山有路 仙山有路 唯有原則這個 弄得好像很懸亮 開局 蠻懸的 那接下來呢就要進入這個遊戲了 其實跟開局完全沒什麼關係啊 那就有這個 四大職業可以去做選擇 那 虛哥來講一下這遊戲 GT0最強的職業好了 首先這四大職業呢分別是這個白龍 接下來是這個他這個性別是綁定的 好香啊 孟婆 孟婆很香的妹子 他的性別和他的職業 是有綁的 好那接下來呢 下一個職業 是這個巨靈神 他是近戰的肉盾 最後一個職業 那最後一個職業 通常就是奶媽的職業了 最後一個職業 幻冠嬰 所謂遠程的治療有沒有 虛哥剛才就說最後一個職業通常都是奶媽職業 好那虛哥講一下T0最強的職業 這個四大職業呢 虛哥是最推薦的 選這個 火箱啊 孟婆開局近戰爆發 還有最強的單體攻擊輸出能力 他的群攻能力也是非常優秀也算是頂尖的 再來機動啊防禦啊 然後控制都還算是中規中矩 最主要是這個人美腿香啊 這個戰 開局夢火 那另外一個職業的話呢 虛哥也是覺得不錯 就是這個白龍 他是遠程的群攻 那清怪還蠻快的AOE輸出嘛 他的群攻是頂尖的那單攻稍微弱一點 那機動呢防禦 治療還有控制都還不錯 這兩個職業的虛哥都還蠻推的 好那虛哥就選這個夢火好了 最香的妹子開局啦 那你喜歡玩奶媽的話可以選最後一個 好最香的那前面可以做一些捏臉 捏一下頭髮什麼的 好用這個妹子 他還翻白眼 有夠好笑的 這樣子好了 可以弄頭飾啊什麼的 好那我們開局呢就是快速的解主線 主線可以直接點這個任務他就可以跑了 這個可以最快速的提升我們的等級 這個非常的輕鬆 好我們點左上角他就可以自動的放置 喔又沒腿可以看了 好像可以疑似 疑似啊看他有看真的看他小酷酷了剛剛 在剛剛那個角度 衝衝衝 就快速的解這個主線呢 可以把這個等級 快速的提升 喔有這個豬雀 然後就陪著這個小妹子 一直跑主線 前面會有一個人陪我們跑主線然後裝備 新手拓荒 基本上都給一些拓荒用的神裝 使用新技能進行攻擊 通常都可以開AUTO啦 放置完了 好那領這個獎勵 我們就可以去提升我們的戰力 突破了 妹子真的香啊 我們現在已經9級了 等級升得很快 一樣就是快速的跑這個 前面的一些教學主線 來現在已經11等喔 好拿到一個可愛的小寵物 來 拓荒神寵 看一下是什麼 月一步 一步我靠神奇寶貝 還有一步 這個這個有點好笑 好旭哥來分享這個遊戲最新最全最多組的里巴馬詳細的對換教學攻略 那麼首先呢 必須要先把等級提升到25等 那畫面右上方就會出現一個福利 那麼點這個福利呢就可以在畫面的中間 輸入里巴馬了 超級大里巴 在畫面中間 這邊可以輸入里巴馬了 那我們輸入這個 SSVIP 然後666 SSVIP 666 按領取禮包 要顯示領取成功了 那我們到郵件去領取獎勵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輸入這個 SSVIP 然後888 SSVIP 888 接下來按領取 那就顯示領取成功了 那我們到郵件去領取獎勵 好那我們接下來在畫面的下方呢有一個郵件 郵件點進來就有這個獎勵 開局就可以拿到這個貓將軍 免費拿神寵 合起來 可愛的這個小貓 就入手了 那接下來還有這個 魔關羽 開局就可以拿魔關羽啊 這個關頭鷹 這個神寵魔關羽就可以免費入手了 好那接下來呢畫面的左上方有這個新手限定的這個福利 那他有1000多抽可以抽 每天有200抽嘛那總共1000多抽 那可以抽到這個 終極的神裝 錦衣華服 可以免費入手啊 那我們只要登錄在線上就可以抽 那我們還能拿這個召喚匯筆 就是很多神裝神寵都可以免費入手 好那今天攻略就分享到這邊大家記得訂閱旭哥的頻道 看旭哥手遊攻略 各種最新的福利各種最爽的福利 都在旭哥頻道好那我們下一集 攻略見啦 有這些福利 可以啊 看一下 我們在這裡